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加权股价指数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99点 来到了17685点的一个位置 我相信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 应该又出乎投资朋友的意料之外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不是呈现大跌吗 从原本的大涨到这个一度下跌 呈现一个比较大跌的一个走势 那大家都会想说 今天台北股市应该没有办法表现这么样的强劲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有时候行情它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 永远都是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 所以今天的一个行情 透过拉台积电的一个方式 它呈现了一个向上大涨的一个走势 但拉台积电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行情完全没有任何的个股可以做 我觉得这个倒也未必 稍后我们会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们过去这几天 跟大家所谈到的记忆体 航运跟被动元件 老实面上你不要觉得说 我们好像是拿今天盘面最强的个股来跟大家讲 因为如果说过去这几天 你有看夏老师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记得 包括航运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进场 然后我在下午的节目里面 我就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做报告 好 但问如何 这个我们稍后再来谈 我们还是一样先回到行情的部分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我有谈到说 如果你要供月均线的话 基本上你要有月均量 对不对 要不然这个是一个背离的走势 好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就是我谈到 我认为行情有趣的地方 因为它总是在需要它出量的时候 它出现了这种所谓增量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当然可以预期大概尾盘的时候 量能应该会再缩一点点 大概在3600亿元上下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但3700也好或者3600也好 事实上你以目前的月的平均成交量 3497亿来看 今天都会达到月均量的一个水准 好 因此达到了月均量 搭配上说KD指标 这个也是我们在 它即将要开始出现翻扬的时候 当时在节目里面去跟大家做提醒 那今天正式确认黄金交叉往上 这个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多方的条件 技术面转强 量能增温 这个对于行情来讲 都会是一个比较加分的讯息 好 但重点拉回来 到底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操作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我知道今天大家在听 这个盘中连线的过程当中 都是讲到三个字啦 虽然我觉得三个字蛮难听的 但是市场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子讲啦 叫做拉基盘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台积电拉了13块 你看喔 如果说拉1块钱 可以大概带动行情9点左右来看的话 今天光拉台积电大概带动大盘涨108点 对不对 那目前涨多少 涨117 换句话说你扣掉台积电 今天的一个行情几乎是呈现平盘 甚至是下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虽然说行情涨了100多点 但大家的心会很冷啊 为什么 因为跌的加速 上市跟上跪加起来超过1300加 但就如同我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难道拉台积电的一个行情 就没有任何的股票呈现上涨吗 我想今天的一个行情 事实上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几个重点 都是在今天盘中表现相对强势的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两个股 叫做2603的一个长荣 好 那长荣的一个部分呢 当然如果你是老观众朋友的话 不用太久啦 就是从10月的中旬之后 看节目看到现在的话 你应该会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谈过 我们对于长荣的看法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一天 也在这个时候去做进场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成本是94.3 那沿路往上去做走高之后 当时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到 因为这个区间的下源 它的价格是116.5元 所以原则上来到这个116.5元之后 我会开始去做一个逢高调整持股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我记得这个过程 我们应该大概是接近两成左右的一个幅度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 但后续的一个行情 虽然说有过高 最高来到126.5元 但进入震荡整理之后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没有再跟大家谈到长荣这家公司 或者说长荣 阳明 万海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啦 但是来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我选择在昨天 开始跟大家去谈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个股 它是有机会存在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大概几个重点 我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做分析 然后我们稍后再来看 接下来关键的一个价位在哪里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整个11月份之后 一路到11月30号 投信一共买超了20625张 成本是115.74元 那这个跟昨天的收盘价 大概相差快10块钱左右的一个差距 当然我昨天我在晚上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也跟大家谈到 我们要平衡报导这件事情 你说外资在 这个投信在整个 在整个这个11月买超了2万张 但是外资在整个11月 它是卖超了超过7万张 这样的一个张数 那有时候这个其实就是 你对于股价的敏感度 或者说对于盘的敏感度 因为实际上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投信沿路买嘛对不对 然后外资沿路卖嘛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买进跟卖出的过程里面 它的股价虽然说有出现震荡整理 这个是标准的 为什么 因为有法人有的买 有的有的 有的站在买方 有的站在卖方 那你多空互底的状况之下 你股价本来就会比较进入到 区间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进入到区间的一个走势 其实我们在之前在节目里面 其实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原本啦 它的合理要再度有机会发动的 一个时间点 应该是落在12月的中下旬 大家如果回去看我们当时 把股票卖掉的那个时间点 那时候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谈到这样的概念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季线的扣底 合理来讲 你看这个是昨天扣底的位置 那原则上今天扣到这里对不对 那正常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时我认为他会回来打第二只脚 他会他会回来打第二只脚 那回来打第二只脚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要到扣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才能够确认我整个季线 他会开始出现翻扬的走势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但是这就是我开头跟大家所谈到的 行情的千变万化 这个就是股市当中最有趣的地方 怎么讲 他原本应该要回来打第二只脚 但是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过去谈过 在股市当中你要去打第二只脚 或者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你要去做修正 大概只有两种情形 一个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 就是我用比较长的时间的震荡整理 去化解我原本应该要大跌的那个走势 或者是我用空间换取时间 就是我跌的比较快一点 那我整理的时间 就会相对来讲比较缩短 那他用的是什么方式 他用的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就是我用区间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 去化解原本我应该要往下 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我看一看 不对啊 接下来这个礼拜就要往下扣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投信买外资卖 又卖外资卖又卖不下去的时候 那接近整个区间震荡整理的上缘 这个当然是有机会去突破的一个讯号 所以我们会选择在昨天去做进场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随着股价 今天我那时候在截图的时候 是133块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头过来看 因为现在的高点已经不是133了 今天的高点已经来到134块 目前涨7.2% 也就是说你昨天如果你有跟着我们做进场的话 那原则上今天大概就是7%左右的一个涨幅 但涨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第一个你有没有参与 第二个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股价买进去之后 我觉得那个方向性是对的 那个对我来讲比较重要 但是它刚好今天发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它有发动的机会 我们才会去做进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知道对于大多数的投资朋友来讲 我们还是要简单稍微谈一下啦 就是说 当然你说老师那阳明可不可以 或者是万海可不可以 基本上这三个族群会做联动 那当然市场有人告诉你说要买万海 因为它的基期最低 有人告诉你说要买阳明 因为它的股价最低 但对于我来讲 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去买的 为什么买长荣的原因是在于说 我认为它是指标性的个股 所以它的股价有发动 或者应该这样子讲 它会带着另外两家公司往前冲 不一定说 它一定是涨幅最大的那一档个股 但是它是最具指标性的个股 这是我做它的一个原因啦 但无论如何 今天的股价拉到这个位阶之后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我在今天的讯息里面 我有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事实上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它会有一些关键的一个价位 但是因为盘中的时间 我就不跟大家多谈啦 那我只能够简单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下午的节目我们再来讲 那我只是要简单告诉各位 就是说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我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在于说 那时候有非常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加入夏老师的一个行列 然后问我说 老师我的航运类股 有没有机会做解套 他们的成本 在这个位阶 或者是在这个位阶 就是180 200块 甚至有两个 我有看到200块钱以上的 那时候其实我也很老实的告诉他们 包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的你 我觉得大家要清楚一件事 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是说 即便 当然我必须讲 即便它真的回到这个价位 即便啦 就是它真的回到你原本成本的价位 你看你浪费多少的时间 一张长荣买进去 或者是一张万台 一张扬名买进去 大概都要20万 这20万你就买一张就好 你可能套了 你看从7月份到现在 大半年的时间 其实还没有做解套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这20万你可以拿去做很多其他个股的一个操作 也许你早就把那个套牢把它补回来了 所以这是我一直告诉大家 资金效率的重要性 你资金怎么样去灵活应用 那这个才是你在股市当中能不能够获利的关键 所以事实上包括我跟大家谈的 就是说当时我是跟他们讲 就是说有机会我们就做价差 然后用价差的方式 让你的亏损慢慢的把它摊下来 这个是我们那时候 跟我们的会认朋友讲的一个重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假设股价跌下来 我们都不要讲说跌到哪里 不要说砍在最低点 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去调整你可能股价赔了五成 那同样的资金的状况指向 你这一波上来两成 今天上来可能接近10%了 你看两波的一个操作 事实上你就回来30%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票没有能解不能解的问题 差别在于说 你要怎么样去解这档股票 或者是说 你要不要透过别的个股的操作的方式 来让这一档个股做解套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选择的方向 但问如何今天股价的大涨 这个下午我再来跟大家谈 接下来关键的重点在哪边 但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航运讲到这里 我们要再跟大家谈一档大型的个股 所以过去这几天 其实有非常多的 投资朋友跟夏老师讲说 老师啊 那投资老师都说小型的股票 你说这么大型的股票是怎么去啦 但是我这样子讲啊 就是有时候你的那个方向对了 趋势对了 你站在风口上 大象也会飞 对不对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讲的是什么公司 我讲的是2303的连电嘛 对不对 好所以从连电这一波的股价 我想今天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股价好了 因为很多人会说 老师啊今天股价开高走低啊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边 这个问题不在于连电本身啊 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做连电 到现在为止是呈现了一个获利的态势 但是你做连电股价却套牢 这个跟公司没有关系 这同一档公司嘛 对不对 它的差别是在于你买进的价位 或者是买进的时间 到底是不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这股价在整个震荡整理的过程里面 我想我也是每天跟大家做追踪嘛 我们也不是一买就上去啊 但是我知道我买带一个相对安全的价位的时候 其实我就不担心这个问题嘛 一路震荡走低 然后到涨价的消息出来 然后11月30号股价开始去做表态 MSCI季度调整让股价有一度 涨幅收敛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12月1号昨天创新高 今天股价又再度创下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个股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所谈的嘛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为什么要做中小型股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觉得就是报酬率相对来讲可以期待的空间比较大 不一定说一定赚 但是中小型个股感觉比较会飙嘛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是不做中小型个股 只是来到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比较安全的选择 比较正确的选择 是往整理过的大型股去做一个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的一个走 股价的走势 我想我应该没有对不起大家了 就是你看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这个第一个 你股票你买下去你睡得着嘛 你不用担心隔天会不会出现什么突发性的利空 或者怎么样 然后股价要跳空跌停板 不会嘛 以他的股本来讲不至于嘛 那你想要买几张事实上你都可以买到你想要的张数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在今天你会觉得行情很难操作的过程当中 对于我们来讲完全不是这个感受啊 因为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个股 我们都是领先预告 而且今天的股价表现都算强势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我应该这样讲 然后很多投资朋友会觉得说 夏老师你就 你都公开你的操作 事实上我们在 节目上看你的一个股票就好了嘛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是说 你有没有遇到那种 我买进 然后你第一时间你不敢进场 我说真的啦 即便你昨天你有看夏老师的节目 你敢在开盘的时候去买长龙吗 不敢嘛 为什么 你看到美国股市跌四百多点啊 从原本涨五百点变四百点 你不敢进场啊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有没有那种股票 我们出掉了 然后你来做续报的 我相信一定有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带大家的一个操作 实际上我们是在节目当中 重现我们整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如同我刚刚所谈到的 你今天买联电 为什么你今天追联电你会套牢 我们买联电我们是获利 因为你买卖点的时间不同啊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如果说投资朋友要比较 我觉得讯时的即时性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比较好的方式啦 当然还是跟着我们 能够同步的讯息做操作 我觉得这个还是最 最恰当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投资朋友你认同 夏老师刚刚所谈到的 那以及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对于个股的一个操作 也是你认同的 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记忆体被动怎么看 我们先进广告设施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各位做解析 Vivio 成都斗孤舞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Product 正派竞赛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砂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殿尽一令代出 精懸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 p**** 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习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习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一样先看一下目前的成交量 这个目前价钱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20点 来到了17797点 整体我想这个行情 大致上跟我们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大概多涨了 大概在维持在这个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那个点数附近 但无论如何成交量补出来 或许你会觉得是拉机盘 拉台积电去出中小型的个股 所以到目前为止 贵买指数是呈现翻黑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啦 这个还是回归到选股 不要说只有拉台积电 那大家会觉得台电 我可能那个金额比较高 不敢做 你就错过了机会 事实上你挑对方向 挑对族群 即便今天是拉台积电的盘 它还是会有表现好的个股 包括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长荣 或应该说货柜类股啦 或者说是金元代工 对不对 联电台积电 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再来跟大家谈一个东西 我们在上个礼拜讲的时候 应该这样讲啦 市场完全没有人暂加 对不对 都没有人要去讲说记忆体的好啦 但是我想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说市场认同 因为正常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市场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后知后觉啦 我们只能够这样讲 就是说包括我们之前在讲面板类股 包括我们之前在做一些个股的时候 事实上那个其实股价都是还没有利多的时候 股价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抗跌的走势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大家嘛 你可以注意记忆体的表现 美光是全球第三大记忆体厂商 首先创新高 要不是美国股市出现那么离谱的发展啦 要不然它的K棒应该是红K啦 最后是小涨1.37% 但我会如何你看喔 今天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谈两档个股 一档是滑榜点 这个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我们跟大家讲的股票 今天唯一一档下跌的 但是它盘中有创波乱清高 对不对 也算有点漏气啦 但是应该还可以接受 就是回到了差不多的那个位置上面 但是2408的南亚科 这个就跟美光的关系很贴切嘛 所以我昨天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它的股价其实把 11月30号那天留了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对不对 但是12月1号的时候 它几乎把这上影线吃掉 这代表什么 这是一个换手成功再攻的讯号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会说 记忆体不是第四季报价会跌 这个你知道我知道 全市场都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股价不再破底了 投信要在各地方 开始去做一个抄底的动作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一个2408的南亚科 股价79.8 所以这个一样啦 它的一个价格应该到 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带 这个我在我的讯息里面 其实我都有去提醒 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就下午 我再来跟大家去做一个 比较详尽的分析 那最后谈一下被动元件 好那当然被动元件这一波 我们是从最大型的个股 2327的国具 开始跟各位做谈期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国具已经获利出清了 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到 但是我们还是保有两党的 被动元件个股 一个叫做2375的凯美 昨天翁启胜董事长 他申报转让230 应该说11月30号 翁董他转让了236张 对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基本上这股票 我们的看法就是五日线 就是我们观察五日线的一个走势 所以原则上来到这个位置 你要不要去追 我觉得这个留给各位去做思考 但是我这个时候 我不会带我的会员朋友去追 我知道这两个股 在过去这两三天成为 投雇界的热门标的 但是我说真的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联电一样 这里可以买 你为什么要买这里 你懂那个意思吗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等待获利出场的时间点 但是还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其实是我比较在意的是 8163的达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达方的股价 我是不是也是一路帮大家做追踪 我说真的 你有多少人看下午社节目 你有看到达方这家公司 但是今天股价创高的过程里面 你却没有参与到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想的概念是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你明明看到夏老师的节目了 你也认同夏老师的分析 但是这个股价你却没有赚到 这个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啦 但是事实上你说这样的一个可惜的状况 他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不用不要发声 有嘛就是如果你跟着我们的即时的讯息来做操作的话 我这两个股我一张都没有出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啦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节目里面 其实都是跟大家谈实在在操作 没有任何灌水 也没有要去所谓的讲一些没有的标的 我觉得都没有必要 就是给大家公开做验证 但验证的同时大家还是要思考 我怎么样能够讯息同步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股价上涨到你能够参与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你认同夏老师刚刚所谈到的这些概念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2月2号的台股这些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 A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 要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NE AT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 ID为 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验相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奇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